还要带您关注是每年的八月一号就是原住民族日 今年是原住民正名三十周年 台北市府原民会也特别举办了活动来庆祝 另外为了推广族群共荣 那么客传会所属的讲课广播电台 也串联了央广景广等九大公共广播电台 八月份推出原住民族日四列节目 不仅主题多元 还有专门讲纪典传说或部落产业的丰富内容 小男孩模特穿着当代设计的原住民服饰 自信在台前走秀 传统与现代结合吸引不少目光 北市府原民会为了庆祝八一原住民节 今年正名三十周年 七月二十七号在新中山现行公园举办活动 让民众更了解不同原住民族特色 现场除了走秀 还有近六十摊原民市集和族府体验 八一原住民族日受到各界重视 为了达到族群共融 客船会所属的讲课广播电台 也串联央广景广等共九大公共广播电台 一同在八月节目 是台湾的美好的日子 因为我们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民族 这么多的族群 可以在每一个电台里面都听到 听得到原住民族的声音 听得到原住民族的故事 还有感受到原住民族的文化 以及当然我们这个多元族群之间 是要共融共好 不同电台有不同主题 像是复兴广播电台原住民节目 就会介绍原住民祭典传说故事和部落产业 教育广播电台还会教听众学习族语 期许透过广播交融各族群 达到社会和谐 一起来感受原住民族群的美好文化底蕴 记者陈嘉明正纯在台北参望报道